- 把塔头拧下来 然后把内嵌式隐形接水器放在里边 现在我装了接水器了 就这么简单 因为它也看不出来 它是在里边的 隐形的 然后我再来一个15秒 大家再观察一下这水的状态 我们把水拿到外边去 做一下大家看清楚点 我的产品的设计 包括我的用功 ABS工程塑料 它就注定了 我的可以使用100年甚至以上 热炸你就要炒放在炒锅里面 如果冷炸你直接倒在里面就可以了 炸油跟炒是同步的 不需要去等一锅 不需要等 不要不要 现在我们这个颜色 你看就是很浑浓的 接下来开一下开关就可以了 它都会出来 它是受压力的 压力打到之后 它就能出油了 马上就满了 你看现在这个色泽 就跟刚刚那是完全不一样了 纯度还是比较高的 而且特别香 花生 芝麻 菜籽 培花籽 鸭麻 这些都可以再几十种材料 这个炒料呢 我们是大家都有个炒料系统 我们的炒料呢 是可以控制时间温度 根据材料的不同 来控制它的时间和温度 很注意饮食 健康这一块 也很少出去吃饭 干里的油 用着放心